韓州裡買不到這個傻鴨,竟然嚴重失眠三天 究竟這個傻鴨有多大的威力呢?我們來看看究竟有什麼來頭 好,這隻就是新聞當中非常紅的傻鴨 大概在一個月前、五月尾的時候 這隻傻鴨就紅氣了,大家有留意新聞都知道 當時這隻傻鴨好像炒到一千元 但現在應該是慢慢平息了 所以我自己也買了一隻來看看有多大的魔力,看看會不會令我失眠的情況出現 而這隻傻鴨大概價位應該是五十至八多元左右不等 看看會不會有人想炒氣,因為最近應該都有人想要的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會不會想要的 可能有什麼心水寶有機會都會發現這隻傻鴨 那我們立即看看究竟這隻傻鴨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好,好 Multip 好,大致上就是這樣,這隻傻丫就會瘋狂地跳舞 然後他會播放一些極度大聲,而且不能調教的音樂 嘩,非常之醜 我第一次聽的時候,嘩,有點異名 其實看他的動作也挺有趣的 如果大家有留意這個傻丫爆紅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在手中貼了一張紙 而這張紙就會隨著他手的擺動,即是舉手和放下手的動作 他就會舉起一些紙,做到一個非常有趣的效果 如果大家有看過那條影片都知道 好,現在來試一下 還有我有一個小小的發現 其實不知道是否因為他那些線路的問題 所以他有機會讓他不播音樂 那就是呢,你播的時候,按緊他後面 不要按緊啦,是輕輕地推一推 那他就會變了沒有聲音的 那他可能是因為其實後面鬆了 還有他手是不是沒有動到 他手現在沒有動到 是不是已經壞了 他已經 他會播音樂,他才會揹的 他會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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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台我玩的那個手啊